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做节目的时候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8点 这个消息大概晚上7点半 我稍微痛厚了一点 结果消息就出来了 在美国的缅因州的州务卿 利用他手中的权力 直接把川普从 缅因州的初选的选单 缅因州的选举名单 竞选者名单上出名 这是开创了美国历史 作为行政长官 各州的主管大选的 最高的行政长官 利用了自己手中的权力 去诠释 就是去诠释一个竞选者 一个选举人 一个被选举人 他的资格 他用他的权力去权衡了他 他用他的权力去权衡了 以及他自己对美国法律 就是选举法的理解 然后就加以评定 把剥夺了被选 剥夺了川普的被选举人的 这个被选举的这个权力 这是创造美国历史 这是没有过的 那缅因州的州务卿呢 是一个民主党人 我跟大家一直解释过 挺邪门的 这民主党人做州务卿的 就是都是这个年龄的女的 长得都差不多 这真的很邪门很邪门的 你看看 就是你就看看亚利桑那州 佐治亚州 没有 佐治亚州没有 亚利桑那州 内华达州 这个密西根州 都是完全一样 很有趣很有趣 而且这些人呢 都是白人 没有黑人 全是白人 全是一个年龄党 全是长得一模一样 那眼睛都是 就是说你看就是 我说句难听话 就背后背着某种 共同的东西 就像 他们就像木偶一样 被某种东西牵着 这是好听的 不好听 就是说背同一类东西 就像给附体了一样 狐狸全是狐狸 连黄尔狼都不是 因为他都是一样一样的 很邪门很邪门的 所以他就创造历史 但是呢 他又拿了一个 大概拿了一个附加条件 他说呢 我已经下达这个命令 行政命令 但是我要等最高法院 最终的一个结果 那也就变成了 他是一个出头者 是一个出强者 是一个出头者 是一个拿美国的法律 耍飘的 来 自己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来骗取党内的信任 来迎合今天 他极左派势力内部的潮流 就是说 他 这么讲吧 他把川普除名 只是一个表象 一切的 一切的背后的 因由因果跟他的目的 都不在 把川普除名本身上 而是川普除名的 本身的行为 将给他的士徒 政治士徒 党内士徒 他的前途 他的美妙之徒 都是图那个 这 就说 这是一个不可领域的 这是没有一个任何 道德约束的背景之下出现的 而他所秉承的 法规条款呢 他是 建于 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的裁决 科罗拉多是科罗拉多 免印州是免印州 他就等于跨州了 那跨州了 但是这件事情又交给了最高法院 所以他又说呢 我先下达命令 我等着最高法院 那不就是作秀者吗 这不是台上的小丑吗 对不对 那他是以政治的 以他正义的名义 以他维护免印州 选民的权利的名义 以美国的宪法的名义 以美国选举法的名义 他就出这么个茶子 而这个茶子之前 刚刚几个小时 就是他讲这话大概 他讲话的时候是七点半 那结果大概在下午四点半 到五点钟的时候 科罗拉多州的州务卿 这是都是主管 美国都是各州主管 选举的最高行政长官 那州务卿正式宣布 川普的名字将回到 科罗拉多州的选票上 包括初选选票上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件事情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做出了裁决 但是已经被共和党人上诉到最高法院 这样的话 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的裁决里面 明确规定 任何上诉将无限期推迟他们的裁决 所以这就你说他们到底是叫政客呢 你说还是叫玩能道德的嫖客 还是被嫖客 就是你看不到 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一种丧尽 基本道德约束的做法 玩能法律的做法 利用手中的权力 最高法院就是 那大法官当然有权力了 对不对 他裁决嘛 那这个州务卿呢 他是有谁有资格 他其实没有 他没有资格去讲 他只是一个保证 这个保证 在免疫中 他的选举的本身的流动过程 保证他的选举过程 他没有资格把谁出名或者不出名 那他说我无所谓 对不对 因为已经由法院做出裁决了 最关键的问题 他个人不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有人说川普告 你告吧 你告的是免疫中 你告的是免疫中州务卿 你告免疫中州务卿 是免疫中赔你钱 又不是我州务卿赔你钱 so what 对不对 那他个人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 实施法律行为的 来自于华盛顿DC 叫什么美国公民什么选举 什么什么自由 言论自由的那个团体 他是那个团体 他在进入州 州务卿这个角色之前 他就是那个团体在免疫州的老板 你就是一伙的 所以说了半天 这就叫意识形态斗争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 叫意识形态斗争 你按照我个人的说法 你就会看到 这是一个背离良知 背离信仰之后的自然表现 那你可以把它解读成是内心的那种愤恨 我没跟你说了 内心这愤恨都是这个年龄的女人 在你看看在探讨川普 你再看看探讨川普有关 所谓男女问题的时候 就是这个年龄组的女人 非常不接受川普 就我身边都接受很多 川普一定那意思 一定烂搞女人的 真的 他下面 他肯定不会老实的 你别老替川普说话 我说句非常难听的话 这些女人做这种表态 是自己内心的羡慕妒忌恨 是自己内心的羡慕妒忌恨 原来跟大家描绘过 描绘过 昨天我们讲了 说川普的太太突然失踪了 然后那么多人去看那个消息 为什么 多少人恨 希望川普他太太死了 咬死他 好 咬死他 你看那狐狸见着咬死他 就人性败 你就从那个冠冕堂皇 对不对 那个那种 那女人穿的个个都是像模像样的 但你从那个表 那个内在的生命本质上 你就能看出这种 我可没讲所有女人是这样的 我就跟大家说 有很 我遇到的人 咱说清楚 我遇到人 当他表态的时候 我实在搂不住 我就跟他来这么两句 看着我扒了扒的那个眼睛 长得本来就不大 还拿眼睛 非要弄大点 扒了 那扒了啥呀 就那得意 对不对 不是他好不好 是你心里有问题 川普好不好 关你批事 关我批事 你也够不着他 对不对 但你为什么有那想法 是你自己心里不干净 你心里不干净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跟他说 邪了门了 就是这样的 就出这种事 所以呢 大概缅银州就这么来的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 开创了先例 就是一个行政长官 却代阅祖代袍 代替了法院法官做出了裁决 而这个州 而这个科 而科拉拉多州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自己都讲说 这是我们未曾涉足过的领域 你说美国是不是乱逃 其实就是乱逃 但是反过来说呢 你让我说呢 我就说 川普的这种 这一份的不退让 让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都蹦出来 真的就蹦出来 就是说 你问他为什么 其实他也说不出为什么 你问他为什么 你说他 那 那 州务卿不一定是学法律的 但他有 他这个人有可能是法律的 有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 对不对 那美国人 美国的左派是以民主的名义 自由的名义 不在乎利用任何法律 不在乎任何法律 对他的约束 不在乎 所以你没跟你说 没处理到他个人 就无所谓 那关键就是 科罗拉多州的州务卿 都正式声明 川普的名字会回到选票上 结果他却来这么一下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 你让我说就是 妖精鬼怪兽 全蹦出来 就是正经人不多 什么生物都有 就是正经人不多 上台面上的 咱说几句心里话 上台面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